劉爸爸談起尋怒演兒子還是忍不住室內 他表示這份工作的機車後面有閃燈 基本上都很安全 只是上個月二十九號 一手帶大的孩子卻被撞擊 身亡白髮人送黑髮人 尋怒演父親相當堅強 還反過來替對方家屬著想 願意接納他們的道歉 潔心男子母親也透過離獎轉述 會盡量努力賠償 他是說如果有什麼保險他領到的話 他願意賠給我們 我跟家人商量過後 因為我兒子也是有一些上帳會 這些要支出嘛 然後說 那就來補貼這些費用 兒子工作的外包公司 事後也相當激奇地表示慰問 不過因為沒有公務員的資格 所以沒有撫恤金 面對外界關心 劉欣父親也表達感謝 並說許多朋友都自願來幫忙 只是好不容易退休 準備要和妻子展開晚年生活 卻傳出孩子過世的消息 在鏡頭前他雖然展現堅強一面 不過回家後他表示 自己其實也哭了好幾回 感嘆人死無法附身 再悲傷日子還是要過